大家好,我是阿美猪 很有肩膀的Gabang 年轻人的好朋友陈凯伦 你好,凯伦大哥 凯伦老师 真的是今天又很 觉得有点紧张 但是谢谢你又邀请我 欢迎陈爱美老师 谢谢 可是如果要换另外一个角度 要叫你陈慧美老师了 这样啊 因为陈慧美老师是 小马哥马英九班给你听 诗多奖的名字吗 是,可是我觉得我很不习惯 他们都叫我Amy老师 我知道,所以你可能身份证字号 上面写的是陈慧美 没错 我猜的 陈爱美是你做了福音歌手以后 不是 从英文Amy开始 是在那个中式六灯奖之后 是 真的吗 是真的 就是那个靠着吉他拿到总冠军的 中式六灯奖 对不对 是的 那个时候的六灯奖 是在我们县圆明台这一栋 还是在仁爱路 在仁爱路 那是更老的中式了 好有历史 知道我的年纪了 对不对 这不重要 重要是现在看起来还蛮年轻的 对不对 谁能想得到黄轩在你旁边 是你儿呢 你有没有带过黄轩出去的时候 人家不认识他 说说 你老公啊 没有啦 差太多了啦 有吗 我觉得一岁年龄一岁人还是看得出来 什么 一岁年龄一岁人 真的啊 等一下 这是哪里都成语一岁年龄一岁人 没错啊 我第一次听到 真的吗 这是原住民话还是一般成语 大家都这么说不是吗 一岁年龄一岁人 是 你看看很多人六十几岁打扮成三十八岁 太怪了 其实看得出来啊 对对对 看得出来啊 对 那个皮肤肤质就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讲到了施多奖 其实我总觉得 好像是因为你在当年六灯奖 赛完了虽然是吉他擂台赛的总冠军 可是无奈的是 那时候是硬的头部去参加一个 跟自己调性不合的金运奖 所以有点让你 一定要说吗 不是 就是那一个转折 你才回过头继续去做教书 是的 因为觉得无路可走了嘛 唱歌不快乐 当然了 因为那个时候 唱英文歌不能唱嘛 中美断交嘛 然后呢 去参加金运奖 然后呢 又没有得奖 好身体 好像身不逢时一样在那 就是 对 那时候很沮丧 非常 就觉得说 不想唱了 那先去教书好了 教书之后才发现 嗯 我说 可以教哦 其实可以教 你知道 你是师大英文系的老师 你那时候去教书 不管你是心不心甘 情不情愿 重点是死了前面的心 才能做下面的事 没错 对吧 没错 可是人就是这样 在爱美老师身上的例子 当你全心去做这个英文老师教证 英文老师上课的时候 嗯 怎么音乐计会之下 会变成师多奖的得主呢 我就是把音乐的元素 放进教学里面 然后呢 把一些难懂的文法啦 句型啦 编成一首首歌 用唱的 你打个比方 我可不可以感受一下 这样子 这是一本书 每个人都要念的 你把它用这样唱出来 然后呢 可能就是说 句型呢 文法都是用唱的 然后呢 叫学生跟着唱 唱完了 就学会了 这个 你都还留在你的记忆里 对不对 要翻 我跟你说 下次改做这个 不要 不要 你看马上制作人 倒不就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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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觉得你好棒啊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做这话 No 现在是不是很多人 30年前的时候 About 20年前 做这个的时候 大家说 Wow So different 很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呢 他们每个人都来学 学 然后我就发现现在很多 哎呦 英文教学多元化 用唱的 艾美老师 应该这样讲 我是一个很好的伯乐 我自己学得 为什么呢 我早年在友台的时候 我碰到一个老外 那个时候这个老外是 我跟他分别在香港参加 张信哲的演唱会 我们就在转角 在那个饭店转角认识了 哎 他就很活络 他就说他对台湾很有兴趣 但是他很希望进到广播 他会讲中文 英文本来就不错 长得又是个样子 我说好 你回来找我 回来以后 我就给他创了一个单元 叫做 听歌 欧英语 天哪 听歌 学英语 那他真的是很有勇气啊 因为我那个时候的台 是闽南语台 我才会学 听歌 欧英语 听歌 学英语 你说的好生硬哦 当然了 我不是 我不是练瞪的人 结果他 我还找了一个会讲台语的 陈淑丽 陈淑丽讲台语 我讲国语 他讲英文 就这样子把这个单元做完了 叫听歌 学英语 听咚 敲中了 不是为敲而敲中 是为什么 是因为那个点子出来来了 你知道 那时候可能还没有人 类似想到 我是因为人 才有这样的点子 那同样的 我就说 同样做节目 在这个位置做的 为什么有些人会有口碑 有些人觉得像汤汤水 就是不同的人 面对这个麦克风 他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 同样你说这个英文 我刚一听你讲 我就觉得 你知道你在造福 阿美族跟其他十六族群的朋友 因为有些小朋友 搞不好 觉得英文也是很辛苦 对不对 你用这样的方法 我就跟你来学英文歌曲 还可以像我们刚刚那个today 我们不是还把它造字翻译 讲给大家听 你对我对一句一句 很生活 就把这首歌给结束掉了 好困难 一点都不困难 只要你愿意 绝对没有达成的 好 我们把它放在计划中 好 谢谢你 而且我敢讲 你真的 上帝给你的使命 让你去提升更多想学英文的年轻人的素质 好 可以 不然当年马英九 怎么给他办那个十多角 他是因为教学很新颖 懂得把他以前的学歌唱的梦 尤其是他的英文特别好 十大英语系 他最后嫁给的是他歌迷 有 歌迷都来给你学 都来给你学英文的 没有了 还是跟你学歌 都没有 他歌迷就借着英语 就是娶我回家 他就借着这歌来引诱你 崇拜你了 最后你们就 就生下了黄轩 好我们讲到这里 就是艾美老师今天一开始 你怎么会学那个这么 我觉得不过瘾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为什么学这首韩国歌 是因为我这原住民 我真是希望他们回到还原 意思就是说 现在原住民到都市里面 他们都变复杂了 打了这样的一首歌 就是来提醒我们 我们的出生是带出那个朴实的 朴实的 是有那个爱在我们里面的 让我们寻回那份爱 就是这样 那这首歌也是我学的 第一首韩国歌了 因为我们以前觉得 韩国歌都是那种 泪的小花啦 或者是什么 就看起来就是很 非常那个 情感非常 就是重的 唱起来歌了 就是要很努力唱的 其实这首歌很轻松 我觉得原住民本来 就是一个很轻松的民族 快乐的民族 我觉得要把那个爱 把它找回来 做任何节目 其实轻松快乐 好玩 是听众的福气 也是听众要的 但在轻松快乐 好玩当中 艾美老师 你还愿意把一些资讯 获得是英语 用英文歌来交唱 那才是另外一个境界 你喜欢对吗 哇 好像一直丢给我一些重力 没有 我不觉得是重力 我觉得那叫做 唐心润 哇 你唱唐心润 你一定知道唐心润什么意思 唐心润 你知道唐心润什么意思 你再说一次 你刚才讲是唐心润 唐心润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唐心润 对 唐心润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你就是 什么的 我意见 我意会的不是 是什么 唐心润 我意会的是 爱你的爱 我爱你的爱 就是在 唐心润 我爱你 我爱你 唐心润 就是我大概 四十多年以前 第一次去到韩国 学到的一句话 唐心润 很像哦 就是我爱你的意思 可是我爱你 不是 回去求证一下 好 没关系 我们也不是韩国人 我们今天 刚刚介绍的 也正好是在 教师节前夕 艾美老师 他特别介绍了 你是为了 被爱而出生的人 没错吧 没错 接下来这首歌曲 我觉得你选了这个 还真有趣 为什么呢 听说 因为好像 有一些念旧的人 歌声其实唱得 很有功力的人 才会选这首 你听似简单 其实有意义的歌 那我得要小心地唱啊 那你先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选这歌嘛 好吧 先讲一下 你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 原住民很多的孩子 到都市里面 真的是要回去 寻根 西风的话里面 也包含了 要回家 要记住 家里面 什么样的人 还有些人事物 都在 虽然不一样了 但是呢 我们的心境是不变的 爱家 爱人 爱民族的心 都要在 就从爱民老师之说 西风的话 来带领大家回家 去年我回来 你们刚穿新年旁 今年我来看你们 你们边旁又边高 你们可记得 纸里和花 变脸蓬 花少不愁 没颜色 我把树叶都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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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我回来 你们刚穿新年袍 今年我来看你们 你们边旁又边高 你们可记得 纸里和花变脸蓬 花少不愁 没颜色 我把树叶都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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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